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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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到了這個科學新知的時間 今天都沒有什麼選擇了 我們只能夠是講這個2022年的諾貝爾獎 上個星期預告了的嘛 我們還一定要講的 是 醫學獎 物理學獎 和我們新鮮滾熱的化學獎 但是這次的諾貝爾獎其實是破了很多紀錄 我剛剛看到的 其他事情我不講了 你給我一點時間 我先發表個人意見 這個物理學獎Ellen Aspect去拿 我覺得真的很感動 因為我30年前看科普的著作 已經看到這個名字了 30年前了 幸好他比較長壽 熬到今天 否則我覺得很浪費了他 這位仁兄是怎麼樣呢 其實都挺特別的 因為他是法國人 他畢業之後 他去了三年在黑馬龍做一些社會工作 回來才做research 所以大家不要氣餒 其實你不一定要初初要很聰明或者神童 其實你可以很遲起步 但是很遲起步 都可以做到這麽 其實你也是一個神童 首先 但是你看到他那個早期的那個學歷又不是叫做影真 很輝煌 就是不是叫做好名校等等 但是我相信在歐洲的大學 其實一般來說的水平 尤其是理工科都是挺高的 包括法國也是 特別是德國 德國其實沒什麽留在大學的 因為全部都是政府的 沒有那些有黑胡黑的 但是我廢話不要再說了 因為這次就牽涉一些理論的問題 無論是醫學那邊 或者是那個物理學獎 都是一些我們長期有介紹的 所以我不花時間了 那我們不如首先由這個物理學獎去開始好嗎 好啦好啦 其實諾貝爾獎當然還沒頒上 星期四就頒文學獎 星期五就頒和平獎 下星期就頒經濟學獎 星期一 二 三就分別頒了這個 首先是Physiology and Medicine 就是那個醫學 其實你可以抓住就是關乎生物學研究的那些 就頒給Swanthe Pavel 他就是從事這個尼安德塔人基因研究 其實當然他不是做尼安德塔人 就是古代以絕種人類遺留的基因 去做重組的一個大師 然後物理學獎 就是由這個叫做量子纏結的實驗驗證的這班人 就拿到這個 瓜分這個諾貝爾物理學獎 那麼到化學獎 就很有趣了 就有人是可以拿兩次化學獎 就研究一些可以令到人很省工夫 很就手 去將一些分子砌在一起的一些手段 於是令到整個化學 那種的研究就快捷了 乾淨了很多 這個基本上就是這幾次的內容 但是我們當然要逐個慢慢去介紹 那麼台長剛才提了 我們從物理學開始講 那麼其實我們很早 《科學新知》這個節目一開始的時候 甚至中間不停地有 我們也會有提一下 就是量子運算 和量子糾纏 這些現象 就算我自己也不只在一個大眾途徑 去嘗試去解釋什麼叫做量子糾纏 那麼我有聽眾就說 會不會是讀糾纏還是糾纏 那麼我不糾纏在這個糾纏的問題上 那麼 就是說他在說這個現象就是 其實很有趣的 你的故事可以翻回去就是說 愛因斯坦時代 他怎樣接受那個量子力學的一些概念 從那裡開始提起 然後從這個問題 我們嘗試驗證的過程之中 就發現到一些很有趣 我們不知道怎樣去理解的一些量子現象 然後我們去 從這個量子的現象 去一些特徵 我們就了解到它的一些潛在的應用 就是說我們從開始嘗試 在量子力學世界裏面 有一些特定的情況 究竟有什麼事情會發生 一直去引伸到不小心 我們發現可以去發展了很多 對於未來世界的那種量子傳輸 甚至瞬間轉移 量子加密等等 我們是會有一個新的很厲害的工具 所以我覺得 這件事本身要解 你要明白也不是那麼容易 要解也不是那麼容易 這次他拿了諾貝爾獎 我覺得絕對應該被他拋了 絕對值得給他拿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你看回這班現在的獲獎的人 事實上他們不是從事理論的問題 是從事實際的實驗 因為譬如Ellen asked 他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他想到一個方法出來 去驗證那個 就是說 譬如說 和那個奢定惡之貓有關的那件事 但是為什麼之前去發掘這個理論的人 譬如由這個奢定惡的貓 一直拋到 譬如說 John Bell 為什麽這班人拿不到呢 為什麽現在這班 甚至少年少 他們都很老 但是 為什麼由這班人去拿呢 其實就 大家很容易去看一看 有份參與這個理論建構的這班人 這些討論的人 愛因斯坦 EPR 那三個人 就是EPR Paradox E for Einstein Rosen 是 Rosen 這些人 再後來 剛才你提到John Bell 有份在做理論建構工作的人 全部都過了身了 其實我就會認為 如果他們有理論 再有一個實驗出來 就應該一起去瓜分 一起去拿 但是 先有個理論 但是我們去到一個比較遲的時間 才做到實驗驗證 去到根本上 愛因斯坦都不在人世了 才開始有人去想 如何去做這個實驗 這次是由三位 這個實驗的專家 來去瓜分 這個諾貝爾物理學長 在這個量子糾纏問題的裡面 他們糾纏了很久 就是如何去建構一個合適的實驗 來驗證這個理論 是真還是假的 於是他們有個結果 做到出來 又證實了理論那幫人做得對 其實那個榮譽是大家都有的 但是可惜到結果出來的時候 理論那幫人都已經不在人世了 但是我可不可以這樣想呢 就是當初去 譬如說構思是基於一個爭論 就是 是有沒有所謂這個 一種可以在很遠距離隔山打牛的力 但是如果你看回 就是如果你投身回到當時的時候 事實上這種討論 是不是流於一種所謂metaphysics 或者是一些很虛無 都要在實際上是沒有什麼應用 只不過後來的人 他們肯在這方面去努力 才構思到 事實上這個理論超前了實驗 就是很多很多年了 其實也是的 就是說整個量子力學的歷史 你回顧一下 我們要花一點時間去談一談 沒錯 中間是有一些現象 它出來了 我們不知道它怎麼解釋 於是涉定惡 有一條方程式 然後由這個方程式似乎 根據這個方程式的數學 幫我們解釋一些東西 解釋得非常妥當 符合實驗觀察 然後也有很多細節的 譬如是波銜數 為什麼和量度之間的關係 測不准原理 它那個最基本的現象 是因為什麼原因 其實在整個了解量子世界裡面 其實我也會說 是不是真的完全沒有用呢 我想也未必 雖然是一個 比如說在量子世界裡面 我測量和被測量者之間 到底是什麼關係呢 我問這個問題 其實好像很哲學性 究竟裡面發生什麼事呢 其實這樣 但是原來我們不搞清楚這個哲學的問題 對於我們在現實上 怎樣了解這些叫物質波 整個量子世界的東西 是怎樣變來變去 原來我們有很多東西 就會有很多禁止 清不楚的 我們其實一段很長的時間 無論你說涉定樂 還是海森堡 Shordinger Heisenberg 他們就是在建立的數學工具裡面 很成功 我們有一個很好的數學模型 來幫我去描述到量子世界 發生什麼事 但是數學是幫我們提出一種解釋 實際上它發生什麼事呢 其實是值得知的 你說這種過程 在牛敦力學那裡有沒有出現過呢 其實是有的 牛敦萬有引力那條式 就將那些星體的軌道 解釋得很妥當 但是其實那個引力本身是什麼的本質呢 我們都未搞清楚的 為什麼會有引力在那裡 透過什麼過程之間構成這個引力呢 原來我們只有一個理論 還未驗證到 但是我們也認同 就是要認識這種機制是重要的 也都方便我們再建構一個更加重要的理論 或者去有一個新的重要理論之後 來幫我們做一些更加重要的預測 同一種的過程 現在出現了 在由量子力學建構的時候 已經出現了幾十年 就一直罵揚愛因斯坦的時代 其實不止的了 就更加早些 由量子力學開始的時代的時候 已經明白為什麼要是機率波呢 為什麼要是波粒異象性呢 為什麼這些東西是兩樣同時間出現呢 那大家爭吵完就說 你要學會接受這件事 那好了 到這個量子糾纏現象裡 有什麼討論呢 其實就很簡單 就是說 我們看到量子的這些粒子 會出現一些情況就是 可以有兩個粒子 它們用一個量子的形式 來去糾纏在一起 或者是關聯在一起 關聯的意思就是說 它們之後的動作 你如果測量它的時候 你測其中一個成員的結果 就會令到另一個成員的結果 是會有影響的 譬如說它們已經約好了 我們就約定了 你走左我走右 我變紅時你變藍 我上天時你落地 你指向上時我指向下 那大家就有一種 它們就會 你可以在量子粒子的世界裡面 去幫一些粒子 去建立一種這樣的關係 但是這件事 如果你告訴我 有這件事 這件事可以殞藏 一些結果好像很荒謬 這件事就是 從愛因斯坦他們幫人開始提出 比如說 我將一對的粒子 把它們纏結在一起 令到他們 如果我後來發覺 一個指向上時 另一個一定是指向下的 他們那種表現的形態 一定是有一種關聯的 那麼好了 我將他們首先關聯了 再將他們拿開 那種我從來不測量去 令到他們的關聯一直 在量子世界裡面保持存在 我量一個的時候 我看到向上 另一個根據關聯的關係 一定要向下 如果是一個很少的範圍之內 沒有什麼問題的 但是愛因斯坦他們幫人 一定是搞鬼的 就說 我將他們拿到很遠很遠 拿到宇宙的兩個角落 遠到一個地步 就是他們基本上 用光速溝通 都溝通不及 那麼我們可不可以看到 這種關聯 是應該存在還是不存在的呢 其實這個問題 在一段時間裡沒有答案 因為 只是流於哲學的討論 直至今次這班 諾貝爾獎的這班得獎者 在幾十年前 建構到實驗出來之後 去證實了 就發覺 原來 是真的可以有這種 超遠距 都關聯 依然存在 在這裏 你將那個 預先關聯好的 一對的量子 分開了之後 然後 你去量度其中一個 你會發覺 另一個 真是跟它能夠保持到的關係 無論多近多遠都可以做得到 即是遠到的地步 就是他們基本上 沒有可能用光速溝通到的 他們都可以關聯得到 就由這個實驗 做到出來 譬如早前 我們提到一個人叫John Bell 他將整個理論 用一個很簡潔的式 一個叫Bell's inequality 這條式去表達出來 他說如果這個實驗做到是成功的 這個Bell's inequality 就會不成立了 就會滿足不了 然後 實驗做出來 的確發覺 就滿足不了 即是說 這些量子粒子之間 他們在中間 沒有可能互相溝通 大家聽到這裏 我想我還要再重複一次 就是 量子糾纏現象 那種麻煩和抵死的地方在哪裏 這裏我重複說一次 台長也聽過很多次 如果在一個普通的世界裏面 我只是把一個紅波和黑波 放在一個箱裡 抹一抹它 現在我知道 如果我隨便抽一個波 要是紅還是黑 我將它放在一個箱裡 我放在一個partition 去分隔 從而令到每一個盒裡 都有一個波 即是一邊是黑的話 一邊就是紅 我不要打開那個波 一直把這兩格分開 你將它拿去宇宙的東邊 我將它拿去宇宙的西邊 然後你打開一個 看到黑的時候 你就不用想 你就知道那邊那個是紅的 這件事 common sense 很簡單 不難明白 但是在量子世界的時候 這件事就變得麻煩很多 麻煩到為什麼我們出現這種哲學討論 就是我如果把兩個量子放在一起 一個是向上時 一個是向下 好 我只要把它放在一個partition 分開去 把它放在宇宙的兩端 最慘的是 它是紅和黑 不是我間開那一刻就決定了 它是紅和黑 它是兩邊一直在轉 即是你只量東邊那個 它可以開紅可以開黑 但是很有趣的是 它是說 我看到東邊那個的時候 我看到它是紅的時候 西邊那個就是黑 我看到東邊那個看到黑的時候 西邊那個真的是紅 它們似乎懂得說 我準備開了 麻煩你對面一個 開個相反的給別人看 即是它們有一種這樣的能力 你想一下 如果一個適中 它是你買定離手之後 其實裡面的適色繼續轉 直到你蓋一開的時候 它才停 其實這個就像量子的情況 很多事情不是你摘色那一刻就已經整定了 是真的到你觀察一開的時候 才會決定得到它是不 而你打開觀察一開的時候 其實兩件事已經分開了 但是它們都竟然能夠表現到那種關聯 這個就是因為量子世界而構成那種 哇 這麼矛盾呢 這件事 究竟的結果應該是怎樣呢 將它拿到這麼開的時候還能夠關聯到呢 愛因斯坦就認為 如果你想傳遞這個資訊的時候 你沒有可能超光速的 你拿得太遠就關聯不到的了 但是竟然現在發現 是能夠關聯到的 所以如果愛因斯坦還沒死 看到它們這幫人做過實驗的結果 真的又在說 哇 又錯了 就是真的眼都淡 他嘔血了 他事實上非常之不喜歡這幫人 是的 就是他不喜歡這種這樣的 就是量子東西他可能本身已經不喜歡 他喜歡的東西可以決定到的 你跟他說波粒異象性他都會生氣的了 OK 他的光電效應就是證實這些光是粒子 你跟我說光也可以是波動 他已經不高興了 你跟我說測不准完 你有些東西定不到的 那麼他想過很多思想實驗來想反正 到了這個EPR Paradox 他有份參與 也是想賭量子力學的彈 他說你量子力學沒有可能受制於我的相對率 你沒有可能做到這個超光速的 那麼現在我這樣的時候 你們應該就沒有關聯了 你們那套量子物理應該有問題的 不完整的 你們的理論 可能裡面應該中間 你那條設定惡方程 還有一些其他叫Hidden Parameter的東西 是未包含完的 我的相對論就完整過你們的量子力學 會有這樣的意味在這裡 但是很有趣 這班實驗者 他們用實驗證實到 愛因斯坦所說的 其實原來真的存在 一種我們叫做 spooky action at the distance 即這個情形就好像 他們無論無遠 他們都可以繼續維持這個關聯 似乎能夠做到超光速的通訊 好了 反過來我們會問 是不是愛因斯坦的相對論 有東西錯呢? 其實有東西可以超光速呢? 大家就找到一個調和的方法 就說不是的 而是只不過 如果當你把這兩件事關聯那一刻 你再拉開去 那波含數已經不是局部 在某一個區域 你不可以說 這是波含數的左邊 波含數的右邊 但總之你整個狀態 拔到整個宇宙隔這麼遠的時候 它們就是一個波含數 所以你量一邊和另一邊 基本上是在量同一個東西 於是它的關聯是自然地存在在 就不只是限制在某個空間 亦都不存在就是需要我在波含數的左邊 傳送式去波含數的右邊 沒有這件事存在的 大家就是一看 你碰一邊 第二邊就自動知道了 就是這樣的 這件事就是一件 就用一個這樣的哲學概念 暫時處理著 然後我們接受了這種現象 再嘗試利用這種現象 去砌一些未來世界 我們可能會做到一些量子加密 量子傳輸 量子防止涉聽 這些保密系統 就應運而生 所以這個討論就是 由一個量子力學的哲學問題 提出一些反證 然後有人去做實驗 又證實了出來 最後出來的實驗 結果是令到我們有更加多的應用 這樣是不是很了不起呢 這個研究 不過我們不要緊 今天講長一點也不要緊 可能我們都要再重溫一些很經典的 物理學的理論 但是剛才你說的 牽涉了一個問題 我們也很想你講了一點點 就是這個 蝕定惡的貓這個實驗 那我們下一節回來好嗎 好 留言和按鈴鐺呀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